那个两面三刀的心机女真的太坏了,在电视上公开邀请老公的前妻加入公司,可当对方成为公司的品牌代言人后,没有安全感的他又开始暗中使坏,他趁着去围观顺英拍摄广告的间隙,偷偷溜进化妆间,将一种可以致人失明的睫毛胶,神不知鬼不觉的和化妆师的调换,想以此来让顺英失明取消合作,全然不为公司的利益着想,但他万万没想到顺英粘上假睫毛以后,竟然一点事都没有, 而且还顺理完成了广告拍摄,郁闷不已的他又回化妆间查看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没想到韩俊拿着假睫毛胶突然出现,原来是韩俊暗中调换了彩琳的睫毛胶,顺英才逃过一劫,俩人也因此大吵了一架,然而彩琳对自己的行为还是没有一点收敛,只要跟顺英有关的事情他都非常敏感,哪里还像是一个公司的董事长,分明就是一个极度的大婶,也导致公司的高层对他越来越不满,这天顺英带女儿去看病, 医生建议他多给美招营造出舒适的环境,这样对他的病情有好处,随后顺英去公司找韩俊商量此事时,彩琳正好看到一家三口在一起的温馨画面,随后他趁俩人不注意时抱起美招威胁顺英,如果以后再单独跟韩俊见面,他就让顺英永远见不到女儿, 无奈之下三人只好坐在一起商量美招的问题,最后得出结论就是,韩俊和顺英正式向女儿坦白他们离婚的事实,并且以后在女儿面前和平共处,晚上一家人为了美招久违的坐在一起, 在女儿面前上演和谐有爱的场景,没想到不放心的彩琳突然赶了过来,答应让美招和顺英一个星期见一次,但条件就是美招必须要叫他妈妈,这让大家都唏嘘不已,但又无可奈何,随后彩琳又用美招威胁顺英 新妻女逼迫五岁的妻女叫自己妈妈,不然就会找机会教训她,没想到一向不喜欢后妈的美招,面对威胁也始终闭口不语,怎料中午美招和彩琳的婶婶聊天时,询问她自己是不是一定要叫江阿姨妈妈,因为她不想认贼做母,婶婶让她不要和江彩琳吵架,要乖乖听她的话,要不然她生气的时候真的很可怕,说不定真的会教训她,听完这话美招很害怕, 立刻在心里做了一个决定,那就是离家出走去找自己的妈妈,然而顺英这边,因为法国一家公司看上了她研发的有机肥皂,想将她签约到自己的公司,这让彩琳气愤不已,在她心里顺英就是一个一事无成的家庭主妇,没想到现在咸鱼翻身,竟然被她一直想合作却都没有成功的公司看重,而且女皇的高层,也对顺英研发的这款有机肥皂赞不绝口,强烈要求将顺英留在公司,只是他们都不知道顺英能研发出这款馋, 是因为她背后有高人指点迷津,而且这个人正是女皇公司曾经最厉害的研发人员,也就是顺英现在的老师,为了让她早日带回自己的女儿,才不令指点她研发成功,彩琳作为公司的社长,在高层面前为了显示自己的宽容大度,答应他们只要能胜利签约,她一定会全力支持顺英研发的这款产品,开发生产线,撕下去恨得牙痒痒, 甚至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将顺英铲除,于是为了阻止顺英和法国公司签约,她请求美昭的婶婶,偷偷将美昭带出去游玩两个小时,这样顺英就会为了找失踪的女儿,而选择放弃签约,虽然美昭婶婶也觉得这样做,很对不起一向对她关怀备至的大嫂顺英,但奈何惊不住彩琳答应保她一辈子吃穿不愁的诱惑, 最终在她的威逼利诱下还是答应了她的请求,此时美昭正在打电话给韩俊,要求她带自己去找妈妈,韩俊因为在忙工作堂塞了两句就挂了,求救无门的美昭只好自己去找顺英,她刚出门,赶过来的彩琳俩人正好看到这一幕,美昭婶婶本想下车将她带回来,没想到彩琳根本不顾美昭的死活,而是顺水推舟让她跟在美昭后面,无奈之下她只得照做,毕竟金主爸爸的命令她也不敢反抗不是, 没过一会儿担心美昭的韩俊,提着她爱吃的蛋糕回来哄女儿,没想到保姆正在到处找美昭,而且她的鞋子也不见了,她这才知道美昭已经离家出走了,她打电话询问亲戚朋友美昭有没有去找他们,奈何根本没有人见过美昭,无奈之下她只得打电话给顺英,此时顺英正在公司门口等待法国公司的人来签约,知道美昭离家出走后,她果然如彩琳所料那样,根本顾不上要签约的事情,要去找美昭,毕竟在妈妈的心里, 没有什么比自己的孩子更重要了,这边美昭顶着烈日一路向前,婶婶跟在后面热得都快中暑了,也不敢有丝毫松懈生怕跟丢,但实际上美昭早就发现她跟在后面了,只是没有拆穿她而已,结果半路走累的美昭直接上了公交车,婶婶本想跟上,怎料鞋子不给力跑掉了,等她回来捡鞋子时公车已经开走了, 这让美昭的婶婶也害怕不已,毕竟她要是把侄女搞丢了,婆家人和老公可都是不会放过她的,可更令她没想到的是,江彩琳知道美昭丢了后,也直接将锅甩给了她,这边顺英和韩俊一起去警局报了警,但工作人员猜测美昭是被人绑架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她是女皇社长的千金,所以他们担心可能是别有用心的人,想用美昭换钱,这让本就提心吊胆的顺英瞬间吓晕了过去,而又正怀疑美昭失踪跟彩琳有关,所以调取了家门口的监控,发现跟在美昭后面鬼鬼祟祟的女人有点熟悉,但就是想不起来她是谁,反正不是彩琳就对了,而美昭的婶婶可就惨了,四处找不到侄女,回家也不敢面对婆家人,顺英则把女儿的失踪怪在韩俊身上, 认为都是她们把美昭抢走,她才会离家出走找妈妈,韩俊哑口无言也只能抱着顺英一起痛哭流涕,而没有变成怀疑对象的彩琳,则丝毫没有把美昭失踪的事放心上,在家每每睡一觉醒来后,才发现韩俊不在身边,正胡思乱想之际韩俊从楼上走了下来,没想到她见韩俊第一句话,竟然是质问她晚回来为什么不接她电话,根本没有问美昭怎么样了。 金力行几句话就刺中了韩俊的痛楚,不悦的回房了,一连几天顺英和韩俊找女心妾,都在一起到处发传单,身体撑不住的顺英差点晕倒,韩俊因为担心顺英服了她一把,没想到这一幕正好被善妒的彩琳看到,醋坛子打翻的她,猛踩油门朝俩人撞了过去。 可她不帮忙找也就算了,善妒的她,还不允许孩子的父亲和前妻一起找孩子,认为顺英是在用孩子勾引她老公,这让韩俊气愤不已,她害得每招生死未卜。 没有对顺英说一句抱歉的话,现在竟然还这么刻薄,不分场合的侮辱一个刚刚失去孩子的母亲,毫无怜悯之心,而且还倒打一耙,厚脸皮的说顺英才是罪魁祸首。 随后她又和韩俊大吵了一架才奔驰而去,晚上韩俊回到家,彩琳又不依不饶的找她吵架,奈何韩俊已经被她气得免疫了,根本不想搭理她。 一二天顺英就接到了陌生人的电话,说美招人在医院,又正陪着顺英忐忑不安的赶过去,索性美招安然无恙,只是有些中暑好心人才将她送来医院,因为她一直在公交车上,这几天根本没有下过车,没过一会韩俊和彩琳也赶了过来, 没想到美招看到后妈却说, 随后三人又开启了争夺孩子大战,根本不顾美招才离家出走过,最后还是美招自己说要爸爸妈妈陪她去爷爷家住一晚,三个人才带着孩子回了家,晚上美招舍不得爸爸妈妈离开自己,要求他们陪自己一个晚上,只要他们陪着自己,以后她就不离家出走了。 顺英看着天真的美招既心疼又无奈,心疼她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他们都做不到,无奈的是他们离婚的事情,已经让美招没有安全感了,这大概是所有离婚夫妻最无助的时刻吧,然而即使这样,彩琳还是自私的只让美招和妈妈相处一晚,坦言明天就要带她回自己家,因为她想趁此机会让美招搞清楚哪里才是她的家, 顺英坚持不同意她的做法,认为她是害美招离家出走的罪魁祸首,没有资格抚养自己的女儿,亲妈和后妈都想要带走孩子,婆家人见火药味太浓也不敢说话,韩俊也是左右为难干脆闭上了嘴,为了能让美招同时有爸爸妈妈的陪伴,她将韩俊约出来,最后一次郑重其事的问她,愿不愿意为了美招回来她身边,她承诺韩俊自己可以对之前的事既往不救, 没想到被名利蒙蔽了双眼的男人却说,她没有办法再回到过去过那种贫穷的生活了,她要让美招以后成为女皇社长的女儿,因为彩琳已经答应让她做女皇的副社长了,迟早她要将彩琳拉下来,自己做这个公司的龙头老大,这原本就是顺英给她最后一次机会,见她还是执迷不悔,顺英终于死心了,决定跟她打官司争美招的抚养权,然而在家的彩琳得知韩俊选择了她时,瞬间感动的热泪盈眶,她才不管韩俊时, 是不是因为钱财跟她在一起,她只要韩俊在身边就心满意足了,随后彩琳为了能彻底留住韩俊,她把保险箱的钥匙交给了她,要知道里面放的,可都是女皇公司的机密文件,也就意味着彩琳把自己的全部身家都交给了她,这也正是韩俊一直梦寐以求想要的东西,因为只要有了这些东西,她离社长的位置又进了一步,这边顺英在右镇怀里大哭一场后,便下定决心要将韩俊赶出自己的人生, 开始自己的新生活,第二天顺英请了律师打算提起诉讼,因为江彩琳抚养美招期间,有指使人将美招拐到外面藏起来的经历,还有致使美招压力太大看精神科的事,律师认为只要有证人出庭,顺英胜算的几率还是挺大的,所以她立刻就去找美招的婶婶,请求她去法庭上说出江彩琳强迫她,将美招带去藏起来的事,她本就因为这件事一直对顺英心怀愧疚,便爽快地答应了她的请求, 无料第二天美招婶婶去找江彩琳辞职时,俩人发生了口角,她竟然一口气将顺英要她出庭作证的事情说了出来,还真是猪队友呢 这让彩琳惊慌不已,晚上夫妻俩特意回家,想要他们老父亲帮忙摆平危机,一向欺软怕硬的父亲果然是非不分,一心向着有钱有势的大儿媳,对着美招婶婶大发雷霆,不许她帮顺英出庭, 陡俊对他们这种颠倒黑白的行为非常气愤,她认为孩子就应该跟着亲妈长大,而不是跟着有几个臭钱的江彩琳,所以她坚持要老婆出庭作证,父子三人也因此大吵一架,左右为难的她思虑再三,最终还是选择放弃为顺英出庭作证 时隔半年准备打官司的她才被律师告知,法院根本就没有将孩子的监护权判定给韩骏,也就意味着当初将彩琳给她看的文件是假的,还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呢 随后愤怒不已的顺英跑去找江彩琳算账,刚走到门口就听到钱公公在嘱咐儿子,一定要打赢官司将美招带回来,绝对不能让顺英抚养孩子,火冒三丈的顺英直接冲到几人面前,恶狠狠的瞪着江彩琳,欺软怕硬的钱公公立刻带 让她赶紧把孙女送回来,说她儿子才是孩子的监护人,没想到顺英却说让她拿出证据来,此话一出韩骏夫妇瞬间惊呆了 把人耍得团团转又开始装傻充愣,这可不就是彩琳的强项吗,见尤里也说不清,顺英只得将矛头指向韩骏,质问她明明知道那份同意书是假的,为什么还要理直气壮的将美招从她身边带走,小编想说何必明知故问呢,她带走美招除了讨好彩琳还能是因为什么呢 果然韩骏做贼心虚一直闭口不言,最后被顺英逼急了又开始冲她发脾气 实在看不下去的右震冲上去直接给了韩骏一拳,没人知道她此刻有多愤怒,一家人欺负顺英一个孤儿还不算,竟然还这么卑鄙无耻的倒打一耙,怎么能不让人生气呢 说完拉着顺英潇洒的离开了,为了帮顺英打赢这场官司,右震妈妈去彩琳房间将那份伪造的文件偷了出来,又让右震拿去交给了顺英 有了这份假文件,争夺美招的抚养权就万无一失了 这边彩琳知道文件被人偷走后,也不敢大张旗鼓的寻找,毕竟伪造文件是犯法的 但这样一来争取抚养权他们就没了胜算,甚至还有可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因此夫妻俩也担心的彻夜难眠 第二天顺英拿着证据要武扬威的江彩琳约了出来,希望能从她嘴里听到一句抱歉的话 可她不知道像江彩琳这种作恶多端的生意人,不到绝境她是万万不可能低头的 她让顺英把手里的假文件还给她,她可以放弃美招的抚养权,并承诺以后绝不跟她争美招 但这次顺英可没那么好骗了,她直接告诉彩琳她要去警察局报警,让她受到应有的惩罚 彩琳对此又惊又怕,但又无可奈何 不料出来后顺英又接到右镇妈妈电话,让她先不要去警察局,她有更好的计策 她好不容易拿到财阀千金伪造监护权的文书,竟然没有用这个机会换回女儿的抚养权 也没有去警察局报警将对方绳之以法 而是傻乎乎的将证据交给了另一个野心勃勃的女人,也就是彩琳的婶婶 还以为文件在她手里的韩骏为了救彩琳,主动放弃了美招的监护权 条件就是将假文书还给她 没想到顺英又认为她为了救彩琳,连自己的女儿都不要了 指责她不配做美招的父亲,不知道是心有不甘还是真的想置彩琳于死地 反正她拒绝了韩骏的交换条件 然而彩琳这边一记不成又生一记,为了找到那份假文件 她窜托美招爷爷去顺英住的地方,帮她找文件 不明所以的顺英还以为她想孙女了,便将女儿交给她带 自己则放心大胆的出去办事了,却不知家里是进了贼了 奈何任凭她翻遍房间的所有角落,却始终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殊不知东西就在彩琳家里 这边幼稚妈妈也在极力劝收顺英 让她后天来公司参加股东大会 将彩琳欺骗她离婚的事情全部说出来 这样她就可以联合公司的董事 一举将彩琳赶出女皇,等她谈完事情回到家 每招将爷爷在找东西的事情告诉给了她 她想起金丽贤说彩琳夫妻在找文件的事 便猜到前公公肯定是受彩琳的指使来找东西的 便气急败坏地去找她对质 没想到前公公直接认了 还倒打一耙怪她抢孩子的抚养权 随后忍无可忍地睡音直接冲进彩琳办公室 就这样顺英轻而易举的 将文件的去处告诉给了彩琳 得知这个消息后 韩骏立刻回家去找 此时律师也告知顺英 因为她名下没有任何财产 如果没有彩琳美造文件的证据的话 她想争夺每招的抚养权就一定会输 这边韩骏在家四处翻找文件 都没有下落 最后关头在一个不起眼的箱子里 幸运地找到了那张金丽贤藏起来的纸 如今梅依的证据被前夫找到 直接点火烧了 也就意味着争夺女儿的抚养权 她必输无疑了 于是她又去前夫和财阀千金面前低声下气 请求他们把女儿的抚养权让给她 并向他们保证 她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在他们面前了 不料韩骏却说 要知道前夫和财阀千金可都不是什么良善之人 怎么可能轻易放过她呢 随后律师告诉顺英 郑俊没有了可以去找人证 只要能证明彩琳有过错 就还能有点胜算 于是她立刻去找美昭婶婶 再次请求她帮自己出庭作证 没想到美昭婶婶怕得罪公公和大伯哥 还是不敢出庭 倒是为人正直的杜俊极力支持她帮顺英 并且还威胁她 如果不帮大嫂就离婚 听了此话顺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毕竟她不能因为自己的事情 而霍霍别人俩夫妻离婚不是 然而这边彩琳和韩俊解除了危机后 夫妻俩找了一个清静的地方庆祝胜利 不料在此遇到了公司的大股东 从她口中得知金丽贤私下在和理事们接触 打算将彩琳从社长的位置上拉下来 为了挽救自己的事业 彩琳夫妇特意去找池明老师求救 没想到老师却让彩琳主动辞职 因为她昨天去见了公司的理事们 发现大家对彩琳这个社长反弹声非常大 她已经失去了人心 而且明天在理事会上 金丽贤还会针对彩琳发出爆炸性传言 实际上就是彩琳欺骗顺英离婚的事情 此时一旦曝光彩琳将会身贷明灭 因为公司的理事们 绝不会容许有这样一位道德败坏的社长领导他们 所以她建议彩琳主动请辞 保持尊严 但彩琳好不容易当上公司的社长 又怎么可能说放手就放手呢 金丽贤为了扳倒彩琳 她向顺英承诺 只要她明天去理事会把离婚的真相说出来 作为交换条件 她就会帮她把美昭的抚养权抢回来 顺英为了女儿早就乱了阵脚 根本没有发现对方只是在利用自己 可此时美昭又告诉了她一个生无可恋的消息 那就是韩骏明天要来将美昭接走了 如今顺英为了抢回女儿的抚养权 决定去董事会将她欺骗自己离婚的事情说出来 害怕不已的彩琳为了自己的前途 最终还是选择放弃妓女的抚养权 但令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韩骏表面支持她的决定 背后却狠狠插了她一刀 她告诉顺英彩琳不同意放弃女儿的抚养权 让她尽管去董事会闹 然后自己坐收渔翁之力 人生还真是讽刺呢 她为了得到社长的位置 而毁了属于顺英的幸福人生 现在她又因为顺英而导致自己的前途一败涂地 就连她一心爱慕的老公也想拉她下台 还真是善恶到头中有报 以看苍天饶过谁 为了挽救自己的事业 彩琳不惜忍辱负重跪在顺英面前 求她不要去董事会拆穿她 这是个魔力 前妻和现任闹得越凶韩骏就越得力 因为目前她是彩琳最信任的人 她知道彩琳为了不让金丽贤掌管女皇 一定会想办法将她推上社长的位置 果然彩琳如她所料找到驰名老师 主动答应请辞一年避风头 但条件就是让韩骏接替她的位置 等她找到合适的时机再重新回来 但此时的她不会想到 请神容易送神难这句话 随后池名老师正式向董事会 宣布了彩琳辞职的消息 众人皆又惊又喜 只有顺英还不敢相信 竟然这么容易就将彩琳拉下来了 但旁边金丽贤变脸的速度 倒让她恍惚了起来 但是翻脸比翻书还快呀 之前金丽贤为了求顺英帮自己 装着一副温柔可人的样子 达到目的后 立即就弃之毙履了 但彩琳失去社长一直对顺英来说就是天大的好消息 毕竟之后争夺女儿的抚养权 她要对抗的再也不是女皇的社长了 而是罗韩骏夫妇而已 但此时彩琳又告诉了她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 被名利蒙蔽双眼的前夫终于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公司的社长 可谓是一时风头无两立风八面 但她就职后第一件事情 就是从顺英身边抢走女儿 看不下去的朋友也替顺英打抱不平 认为她当初瞎了眼 嫁给这么一个无情的混蛋 顺英更是心痛得无法呼吸 明明说要给她一辈子幸福的人 如今大风大浪都是她给的 怎么能不让人伤心欲绝 此时母女俩男分男舍的画面分类感人 但为了不仅爱生枝 彩琳直接将美招塞进了车里 韩骏早已经被名利蒙蔽了双眼 此刻亲情和爱情在她眼里一文不值 她更不会在乎顺英骨肉分离的痛楚 自此以后顺英每天不是在研发产品 就是在健身房锻炼身体 只为了用最好的状态拍摄广告 结果这天她和佑正在一起健身时 心力嫌见到俩人在一起后大发雷霆 命运诱正以后不许再带顺英过来 这边彩琳自从失业在家后 就变得越来越没有安全感 每天都要问八百遍韩骏 还会不会让她回公司 虽然韩骏每次都会不厌其烦的 让她不要担心 公司她只是在时替她保管而已 但心里却巴不得她永远不要回去了 彩琳为了避免韩骏和顺英就情复燃 为了斩草除根 她让韩骏必须将顺英带连人的身份毁药 可她忘了韩骏没有那么听话 也没有那么爱她 更没有那么讨厌顺英 但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金丽贤从回女房第一件事 就跃全开掉了顺英这个代言人 因为她不想看到自己的儿子 对一个大婶越陷越深 原本她以为俩人假装情侣 是佑震为了拆散彩琳夫妻的伎 没想到佑震对顺英是假戏真做了 佑震无话可说是因为她母亲说的全都是事实 她确实在和顺英一点一滴的相处中 慢慢的对她动了心 但是金丽贤是绝对不会接受顺英的 所以她命令俩人尽快将情侣对接扔掉 断绝来往 但他们三人的谈话 却被在门外的韩骏厅的一惊二楚 也知道了他们假装情侣的事情 所以她警告金丽贤管好自己的分内之事 不要岳祖带袍替她开除顺英 因为她的去留 只有她这个心愿社长输了算 知道顺英和佑震是假情侣后 韩骏心里开心极了 因为她在也不会吃幼症的醋了 然而担心韩骏会张发惹草的采林 则顾忌从施买来名贵的包包送韩骏的地内 想买通她帮自己盯着韩骏 但被将采林甩过几次锅的她 知道收她的东西是要付出代价的 所以毅然决然的拒绝了她的请求 但采林今天特意来公司 就是为了求证韩骏有没有开除掉税 财阀千金为了讨好老公 给妓女买天价营养品 没想到下一秒美昭直接一口吐了出来 把她刚买的新衣服搞得脏兮兮 她不耐烦地吐槽了俩句 恰巧被刚回来的韩骏听给正着 误以为采林又在欺负她女儿 但美昭却走过来告诉她 自己是因为喝了营养品肚子痛才吐的 她更是从保姆口中得知 美昭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 气不打一处来的韩骏大声指责采林 连一个孩子都照顾不好 还怎么当孩子的妈妈 没想到不甘示弱的采林 却说她连远回公司上班 也不想和美昭待在家里 搞得韩骏哑口无言 小编想说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非要抢人家孩子呢 为了缓和夫妻之间的矛盾 采林主动答应让美昭去和亲妈玩一天 一大早她就把美昭打扮得美美的 哄得小公主开心不已 这也让韩骏对她语气轻柔了很多 临走前韩骏让她在家好好休息一天 说她把美昭送到顺英那边后 自己要去找公司的董事们打球 采林还在为她这么关心自己而感动不已 却不知韩骏早就背着她在餐厅定好了位置 准备一家三口甜甜的约个会 没过多久 采林婶婶回家告诉她 公司高层今天都在一起踢球 唯独韩骏不在 采林这才知道自己被骗了 她想打个电话质问韩骏为什么要欺骗自己 没想到韩骏却直接将电话关机了 因为此刻她正沉浸在一家三口的幸福中 看着自己的前妻和女儿在她面前笑颜如花 她仿佛又回到了从前 所以她趁机向顺英提议 这边采林气冲冲的来工坊找韩骏 奈何韩骏没找到 倒是被顺英的朋友气个半死 最后只得气急败坏的回家找佑震算账 说她女朋友勾引她老公 没想到她又从金丽贤口中得知 佑震和顺英早就分手了 还真是雪上加霜了 这让采林惊讶不已 也更加没有了安全感 所以失去理智的她立刻打电话给顺英 让她把韩骏交出来 搞得顺英也摸不着头脑 就在这时韩骏却突然回家了 质问采林又在发什么神经 采林也没好气的质问她 为什么要去和顺英吃饭 没想到韩骏却倒打一耙 问她为什么要相信别人 却不相信自己的老公 还真是说谎都脸不红心不跳了 对得采林哑口无言 为了让自己的身材更加丰满 她花了一百万来高级健身房健身 没想到前夫的现任老婆正好也在 出言不训命令她立刻离开自己的视线 不料顺英却说自己就是故意来这里看她的 因为她想看看高高在上的社长 失业了是什么样的 还说自己身材练好了 对韩骏公司的代言也有好处 气得采林差点跳脚 扬言一定要将她赶出女皇 顺英这话无疑是在采林伤口上撒盐 因为她一直想将顺英赶出女皇 好让她离韩骏远一点 奈何一次都没得逞 结果这时顺英的粉丝又来找她合影 看着一个村姑变成别人追捧的对象 采林心里越发不是滋味 晚上回去就拿美招出气 不得不说这个顺英心是真的大呀 自己的宝贝女儿在人家手里呢 还敢对人家那样嚣张跋扈 那时金利贤也回来挑拨离间 说女皇交给韩骏打理后 倒像是变成韩骏和顺英的公司了 他们现在一个是公司的老板 一个是公司的代言人 完全没有他们将家人什么事 他更是提醒采林 如果俩人复合的话 只怕他会陪了夫人又折兵 这让采林充满了危机感 因为他婶婶的话也不无道理 毕竟当初韩骏和顺英离婚 并没有出现感情不和 而是韩骏想要采林的财产 仅此而已 这时采林突然想起一个 对付顺英的办法 于是他兴高采烈的打电话 叫韩骏早点回家 有事跟他商量 结果韩骏刚准备回家时 助理近来邀请他一起去参加聚会 原本韩骏对这种无聊的酒局 根本没兴趣 但当他听到顺英也在时 顿时就来了兴致 决定一起去参加聚会 全然忘却了答应采林回家的事 这边顺英和一帮人正玩的开心 韩骏这个不速之客突然赶来 搞得积极喳喳的现场瞬间鸭雀无声 右震和韩骏也因为吃顺英的醋 双方火药味十足 韩骏更是出言侮辱顺英流连忘返 在右震身边 不配做美招的妈妈 气得顺英一句话都没说就离开了 没想到被打扰到的右震 竟然直接追出来向他表起了白 顺英对右震的突然表白非常意外 也十分懵圈 见俩人一去不回 韩骏终于也坐不住追了出去 奈何外面已经空无一人 四处都没有了俩人的踪迹 心烦意乱的韩骏又拉着助理去酒吧喝酒 打算一醉解千仇 没想到最后喝得烂醉如泥的他 竟然直接跑到了顺英家 向他诉说自己心里面的苦楚 刚说俩句竟然直接昏睡了过去 在家的彩琳见韩骏迟迟没有回家 打电话过去竟然是顺英接的 瞬间气得他火冒三丈 韩骏被彩琳接回家后 俩人大吵了一架 最后彩琳想出一个可以赶走顺英的计策 那就是他取代顺英自己做代言人 他是现任社长的夫人 又是前任社长 也是国内百大企业中最年轻最美貌的执行长 他认为这个序头一定能吸引消费者的眼球 为了让顺英能离右镇远一点 韩骏也同意了彩琳的做法 只有右镇还在努力请求公司的董事们支持顺英 却不知彩琳已经和他母亲联手 打算联合公司董事们一举将顺英赶走 无奈之下顺英只好去找韩骏 质问他为什么要出尔反尔 之前他亲口承诺过顺英 只要每个星期陪他和美昭吃一次饭 他就让顺英代言公司的产品 没想到他才答应不到一个星期 竟然就被江彩琳取代了他的位置 不料韩骏却反问顺英为什么要跟右镇走那么近 并再次要求他和右镇断绝关系 只要以后他们没有任何往来 他可以让顺英重新回来代言 不得不说这个韩骏真是厚颜无耻 明明他都有自己的新生活了 竟然还要求前妻不能找男朋友 搞得顺英都对他服气了 郁闷不已的顺英出来就看到了垂头丧气的右镇 因为刚刚所有董事都拒绝了让顺英代言的请求 就连他母亲也不愿意帮忙 俩人 因为今天是美昭亲叔叔的生日 彩琳和这个小叔子一向合不来 原本他不想去扫大家的信 便让美昭的婶婶来接他回家参加生日聚会 并且又大手笔的送了一辆新车 给小叔子做生日礼物 殊不知韩骏这边为了能和顺英多接触 也故意暗示美昭婶婶 让他以美昭再为由 邀请顺英参加生日聚会 果然顺英收到邀请后 特意为前小叔子准备好生日礼物 便兴高采烈的去了前婆家 婆家人对他的到来都感到非常的诧异 毕竟要是彩琳知道他在的话又是一番心风血雨 奈何婆家人也难得见美昭一面 也舍不得他离开 便极力邀请顺英留下来一起吃饭 盛情难却之下他只得坐下来 此时屋里屋外两重天 里面其乐融融 外面杀气重重 得到公共的肯定答复后 彩琳又转头质问韩俊 是不是当上了社长就高枕无忧了 竟然敢背着他和前妻纠缠不清 韩俊自知理亏也不敢反驳 待不下去的顺英准备离席回家 哭泣 回家后看着桌子上法国公司送来的签约书 他终于下定决心放弃对方的挖掘 誓死要留在女皇和彩琳分出个胜负 又正对他的决定又惊又喜 并向他保证 他做的这个决定一定不会后悔 为了能留住已经摇摆不定的老公 彩琳第一次主动低头向他示弱 果然彩琳这招退而求其次很管用 韩俊对他的哭诉非常动容 当即就心软了 并向他保证自己绝对不会离开他 彩琳趁热打铁要求韩俊 必须将顺英赶出公司 理由是只要里面有公司高层的起家时 因此韩俊用他们身上的污点 威胁他们头彩琳做公司的代言人 夫妻俩四死要将顺英踢出女皇 然而顺英这边刚准备出发去公司 前公公就找上了门 要求他退出女皇 离开这个地方远走高飞 他认为韩俊和彩琳之所以感情不和 是因为顺英老是用孩子纠缠韩俊 不明所以的顺英只觉得他莫名其妙 毕竟他和韩俊都已经离婚了 而且各自都有了新的生活 他为什么还要为了前夫而牺牲自己呢 要知道韩俊现在对他来说 也只是美招的爸爸仅此而已 只是他这个爱才如命的前公公 早就被彩琳的钱砸晕了 哪里还想得到是他儿子在纠缠顺英呢 此时旁边顺英的老师实在看不下去 开口怒怼他 这是顺英第一次有被人撑腰的感觉 所以他也鼓起勇气第一次跟前公公顶嘴 说他不会因为任何人搬走 不得不说这个前公公脸皮真厚 明明是他儿子和儿媳妇一直在对顺英赶尽杀绝 他居然还厚颜无耻的像以前一样 欺负这个伺候了他八年的前儿媳妇 这边彩琳夫妇和金丽贤三人一起联手 拉拢了公司的董事 彩琳以为这次终于可以铲除顺英了 心情不错的他让美招提一个条件帮他完成 没想到美招说要去找妈妈后他又不同意 美招只好改口说去办公室找爸爸 无奈之下彩琳只好带着他去公司 员工们见彩琳拉着一个小女孩 都纷纷跟美招打招呼 美招的话让彩琳难堪不已 所以他又一次威胁美招 如果再不改口叫自己妈妈 那以后他就不能见顺英了 正在美招低头不语时 顺英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美招连忙跑到亲妈面前告状求保护 哪曾想顺英还是跟以前一样不自量力 说等自己拿到代言人身份后 就会来带美招走 搞得彩琳都差点笑掉大牙 随后便粗鲁的抢过美招走了 拿美招没有办法的彩琳只好随他的便 毕竟他有信心 迟早美招会像他爸爸一样 变成自己的囊中之物 美招亲妈这边此时也忙得不亦乐乎 因为他和佑镇打算邀请朋友 一起来佑镇新租的房子里面开派对 没一会门铃声果然响了起来 俩人还以为是朋友提前过来了 便兴高采烈的打开了门 没想到门外竟然是气势汹汹的金利贤 不等两人解释 佑镇母亲就推开顺英破门而入 见房间里面摆放着各种生活用品 他误认为两人已经同居了 便气愤的将东西砸了一地 认挺两人怎么解释他都不肯相信 正在三人将持不下时 佑镇妹妹带着同事正好赶了过来 他这才半信半疑的相信了两人的话 临走前他又当着众人的面 郑重其事的警告顺英 以后不许再出现在他儿子身边 随即便气愤的回家了 不明所以的韩俊夫妇还以为佑镇妹妹又闯祸 惹他妈妈生气了 没想到他却说 因为妈在哥的公寓里 看到春顺英才会这么生气 听到这个消息 幸灾乐祸的彩琳开始调侃韩俊 说前妻就快要变他弟媳妇了 气得韩俊愤愤不平的回房间了 原本韩俊还觉得顺英和佑镇不可能有什么 但看到佑镇母亲反应如此大 又不免担心俩人假戏真做 于是他让金丽贤和自己配合 一起拆散俩人 果然第二天金丽贤就给佑镇宣布了一条好消息 那就是佑镇升职成中国分公司的社长了 也就意味着他将要被调往中国两年 目的就是让佑镇远离顺英 然后趁顺英孤立无缘后将他赶出羽黄 看着佑镇因为自己的事情苦恼不已 顺英也终于开始心疼起了这个世事为他着想的男人 为了不再连累佑镇被自己拖累 他忍痛劝导佑镇接受升迁的机会 这也让佑镇已经千疮百孔的心 充满了绝望 之后一连几天佑镇都没有联系过顺英 因为他每天都在戒酒消愁 顺英心里也惦记着佑镇 甚至不知不觉做了很多他喜欢吃的小菜 但清醒以后他始终没有勇气联系他 毕竟佑镇因为他已经够惨了 为了弃老公前妻 他故意和五岁的妓女穿亲子装 然后带着美招得意洋洋的出现在他亲妈面前 海林故意在顺英面前和美招秀母女情 以此来让顺英嫉妒起他 旁边的朋友实在看不下去了 试图劝美招把亲子装换掉 可对漂亮衣服来者不惧的美招 哪里懂得大人之间的勾心斗角尔与我诈呢 只觉得新衣服很漂亮根本舍不得换下来 顺英见美招喜欢得不得了 既无奈又心疼 随后顺英带着美招去见许久不见的叔叔 在店里遇见了佑镇的好兄弟在和 从他口中得知 佑镇最近的状态非常不好 每天不吃不喝也就算了 还每天喝得烂醉如您 他想打电话给顺英但又不敢打 见顺英始终无动于衷 再何止好把目标锁定在小公主身上 他告诉美招佑镇叔叔明天就要离开韩国了 临走前很想见美招一面 果然不按时事的美招听完之后 便吵着要去见佑镇 优柔寡断的顺英一路犹豫不决 他不知道该以什么身份去见佑镇 这时预谋许久的韩俊逮准时机突然出现 但对他失望透顶的顺英根本不想搭理他 直接带着女儿快步离开了 母女俩刚走几步 韩俊就听到美招要去坐计程车 他追上去想送他们一程 顺英想都没想就直接拒绝了 怎料美招非要坐爸爸的车去 路上曾经相亲相爱的一家三口坐在一起也相对无言 韩俊率先打破僵局 说他办了自动转账 以后每个月都会转账给顺英 奈何不想欠人情的顺英却说他会捐给孤儿院 到达目的地后韩俊才从美招口中得知他们是去佑俊家 气愤不已的他责怪顺英不安分 竟然带着女儿去和别的男人约会 更是霸道的拦着母女俩不许去 无奈之下顺英只好让美招跟他回去 准备一个人上去 可一心想去见佑俊的美招根本不听韩俊的话 哭唧唧的跟着妈妈走了 佑俊见到顺英母女俩是又惊又喜 可韩俊这边就惨了 因为彩琳此时正在他的办公室 打电话询问他在哪里 一无所知的韩俊还在撒谎 说自己除了在办公室还能在哪里 韩俊谎言被拆穿后 只得找个借口聊聊几句挂掉电话 以此来停止彩琳的追问 没想到彩琳直接冲到韩俊老家向公公告状 面对他的咄咄逼人 公公也被他恐吓的胆战心惊 总觉得看到他不像是看到儿媳妇 而是像看到高高在上的老板一般 让人不寒而栗 这边顺英给佑俊做了一桌他爱吃的美食 让佑俊心里的寒冰融化了不少 三人相处也是其乐融融 像极了恩爱的一家三口 饭后顺英像女主人一样收拾厨房 佑俊则带着美招在沙发上睡午觉 看着这一幕顺英心酸不已 因为在不知不觉的相处中 他早已经对眼前这个男人动心了 可他们身份悬殊 他从不敢给佑俊一点希望 此时佑俊大概感觉到了什么 突然醒来俩人四目相对 空气中都弥漫着浓浓的爱意 这一幕相对美食